哈喽,大家好,我是三个字SONGOTS 这次的影片是由新北市政府的动健康专案 邀请我制作的宅运动系列哟 这次的影片要教大家 如何在家里就训练出足够的肌耐力 并借此脱离不停酸痛受伤的恶性循环 你知道我们的肌肉只要不去主动用它的话 是会自己不知不觉的流失掉的吗? 曾经有篇文献记载到 一群科学家心血来潮 想要知道肌肉都不动的话会流失的有多快 借此模拟一下那些爱宅民众 或是受伤患者的肌肉状况 因此他们就找了一群受试者 把他们的一脚给完全固定住 只靠着另外一脚维持日常生活的一切 并维持两周 没想到这样的小实验结果却非常惊人 被固定了两周的脚明显变得干瘪 缩水了一大圈还变得软啪啪的 腿力跟指射下原本的七成 站都站不太稳 而我们的肌肉失去原本的强韧度 无法伸受跟以前一样的负荷 但你却不自知的像以前一样使用它 就会非常容易受伤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假日跑者 容易这里痛那里痛的原因 也就是说 长时间的不运动 会使得肌肉量快速流失 进而使得身体变得脆弱 更容易受伤 这些东西都是有关联性的 所以跟着我一起锻炼吧 若是平常总是觉得自己的手臂不够力 什么中午都抬不起来 什么初衷的工作都要别人帮忙 这时只要随手拿起身旁钻满水的水瓶 像是菊亚铃一样弯曲伸直你的手臂 如此一来就可以轻松锻炼自己的二头肌 关于重量 最好是依照自己的能力 去决定该拿多大的水瓶 该装夺满的水 然后再循序渐进的增加重量 若是你的手持不太有力 总是掉东掉西 或是打球时常被队友嫌弃 有着一双奶油手 每次球传给你都接不到 这都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手握力不够 这时只要拿起家中柔软的娃娃 或是任何柔软的小物 并把它放在手掌心中 反复的握紧三秒 放松三秒 如此一来就可以轻松锻炼出你的握力啰 你是否时常觉得自己的双脚无力 从四眉洲急步路就开始脚酸 又或是你有双脚啊咖 一点也不紧实 这时就只要扶着椅子单脚站 并缓缓地垫起脚尖再缓缓地放平 这样就可以慢慢地锻炼出苗条又有力的小腿 而由于这不是爆发力的训练 因此不必担心自己的小腿会越练越粗哟 若是你的膝盖时常受伤 跑步时总是跑没几下就开始膝盖痛 更被诊断有膝盖退化的迹象 那这就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膝盖整体不稳定所造成的 这时就可以靠着这项运动来训练出结实的大腿 稳住你的膝盖 方法很简单 只要找一张椅子 屁股做一半 双手抓着椅子两侧 缓缓地抬起双腿并维持三秒 再缓缓地放下 虽然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实只要做个几下就会发现大腿有点酸咯 那么这次肌耐力的四种运动 大家都记住了吗 都非常简单易做吧 建议每一项每天都至少做30下 并且在有空的时候多做个几下 把这些简单的运动揉入生活当中 变成一种习惯 只要此之以恒能坚持下去 那么成效也会慢慢地显现出来啦 好了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按个赞 觉得我的影片很实用的话 就把它分享出去吧 马上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脸书粉丝团 获得更多有用的资讯 拜拜